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Nuno Felt 那Nuno Felt基本上就是 布料跟羊毛沾缩的 就是沾合的一个效果 那我现在准备了一个一块布料 那现在就是要铺上羊毛 那这个Nunofilt它其实可以跟很多种不同的布料粘合在一起 就是它在粘缩的过程当中 它的纤维会跟布料粘合在一起 那结合布料的羊毛粘作品就是Nunofilt 那其实我刚刚已经稍微先洒过水这样起始的画面 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平整的布料 我今天使用的是乔旗纱 那其实 不是错了是乌干纱 乌干纱 那你也可以用乔旗纱 蚕丝 棉布 麻 各种布料都可以 甚至化学纤维都可以自作 Nunofilt 那我今天会示范两种 示范两种 就是同一个布料那两种不同的Nunofilt的一个质感 好那反正就是羊毛就先把布料先撒上造液 然后羊毛铺上去 然后再撒上造液 大概是这样 布料羊毛 撒上造液 那这个技法你如果把它做成比较大一点的作品的话 很适合做衣服啊 围巾之类的作品 那羊毛跟布料都已经平整之后呢 就是把它卷起来粘化 那一样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会缩短 那搓一搓你可以换方向 接着我们用同一块布料来示范就是羊毛它在不同的呈现状态 会有不同的质感 那这个是我已经准备了一些白色的羊毛粘条 然后我将它直接铺上去 不完全铺满的时候 它会呈现怎么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效果 它所呈现出来的Nuno felt的质感 那我会觉得这两种方式是 我认为Nuno当中就是大概初学者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那其他的其实也没办法 就是一一的上千种布料一一的示范给大家看 那每一种布料它会呈现不同的语言跟表情 这样讲好像有点蛮有美感的 那总之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大家自己慢慢去感受的 好了之后一样就是羊毛已经放上去之后 一样就是卷起来沾化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来比较 最后比较这两种 因为我们这个技法部分就是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些效果 那就是没有作品的示范 就是纯粹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差异性 那一样就是滚动沾缩 直的横的换方向 那沾缩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这两块Nuno布料它呈现着怎么样不同的效果 经过沾化与缩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刚刚的两个不同的方式 结果呈现的效果 那第一片就是我后面铺满了羊毛之后 让它沾缩之后羊毛窜到另外一面 而且乌干纱产生了皱褶 那另外一片的效果就是 我在布料上只有铺了局部 就变成这个样子咯 蛮美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种就是皱褶 那主要是因为羊毛会沾缩嘛 导致它旁边的部分被抓住了 产生了一个皱褶感 另外一面来看一下羊毛一样串过去了 表面会有点毛毛的 那这个效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我非常喜欢Nuno这样子的质感跟效果 那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布料的部分有千万种 然后包括化学纤维天然纤维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那就提供这个方法让大家去逐一的尝试出你最爱的布料 然后你想要把它完成成什么样的作品 大概这样子 谢谢大家啰 字幕志愿者 & 李 lok田